空军飞行员为何都是军官? 不仅军衔起点比其他部队更高,晋升的也更快 由于飞行员的特殊性,导致其必然是符合相关条件的高学历人员才能胜任 同时,一架价值高昂的战斗机或其他任务型飞机 无论是一个飞行员,还是数个机组成员,都是在操作一个独立的作战单元 因而必然需要由作战指挥能力的空军飞行军官担任飞行员 同时,军衔起点也相应很高 一般在空军飞行学院培训期间的飞行员,就能够获得军衔 毕业后更是直接授予中卫,甚至更高的副联职上位军衔 而且,飞行员军衔晋升的时间长短与安全飞行小时数相关 这不同于其他军校毕业生,普遍只能从少卫开始 晋升还主要靠军林和资历以及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相比之下,空军飞行员的晋升速度是相对较快的 甚至快的能做到从学员晋升到将军只需要大约20年 比如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载入航天英雄杨立伟 其1987年从飞行学院毕业之后就被授予了中卫军衔 之后在2000年就晋升为中校军衔 2008年更是直接晋升为少将 虽然其后来参加了中国航天员选拔成为了航天员 是相对特殊的一类飞行员 但同样能够表明飞行员发展晋升更快的特点 除此以外,空军飞行员晋升快的最大典型 莫过于现任空军司令员长丁球上将 其于2021年9月6日被授予上将军衔 十年54岁,也是我军目前比较年轻的上将之一 其1984年通过招飞入伍 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后历任空军航空兵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务 在2011年调任副军级的空军参谋长助理 并于4年45岁时晋升为少将军县 2013年接任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军职干部 之后2016年调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也是当时最年轻的战区级军官 2018年出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也是再度刷新了最年轻中将的记录 不过空军晋升快不仅仅是国家和军队对其的厚爱 更重要的是其所承担的艰辛和重任 担得其这份荣誉 稍到继续